近年度文化局特别企划了一本 为花莲新生儿宝宝 推出了一本耗时五年亲子共读的绘本 《我们的家》 由花莲慈祭医院医师朱绍莹撰写文字 在地绘本画家钟义真绘图 台湾儿童月图学会顾问林伟信 文化局的图资科长杨淑梅担任编辑顾问 透过了柔美清晰的绘画风格 搭配亲切朴实的花莲景点风貌 期盼从亲子共读中来述说乡土的记忆 引领孩子们对故乡花莲有更深刻的认识 花莲新文化局办理2020Bookstar阅读起步走 8月24日正式启动 今年特别准备一本幼儿绘本 给108年8月以后出生的幼儿 这本《我们的家》绘本 由花莲慈苑幼儿部医师朱绍莹发起撰写文字 在地绘本插画家钟义真绘图 台湾儿童阅读学会顾问林伟信 及文化局图资科科长杨淑梅等担任编辑顾问 历史五年完成 是给花莲幼儿和家长一本专属花莲的记忆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绘本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心愿 也就是希望能写一本我们花莲在地的绘本 送给我们花莲的宝宝 希望我们每一位出生的宝宝 在花莲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我们大人可以透过陪伴孩子 跟孩子一起共读一本很棒的绘本 或是共读一个故事 那为什么会画这么长 因为就是我真的想把它画到最好 对我而言 它是送给花莲的孩子 我也是花莲的孩子 我很希望用我插拉家的角色 能够为自己的家乡画一本很美 很美 很美的绘本 这个书也很符合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推的 这个Bookstar这样子的一个 零到五罪的阅读 那书里面呈现的呢 其实我们希望它是专属花莲的 那每一个页面都会有亲子 那亲子可能是动物啊 也可能是植物啊 花莲的一些人文啊 唯一参与创作的男性 协助宝宝宝绘本的台湾儿童阅读学会顾问林伟信表示 虽然自己是花莲人 却也在这本绘本里更深刻的认识花莲 我发现他们三个人的认真执着 让我更看到花莲的美跟花莲的特 techn书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荣幸的能够参与 然后也希望各位家长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 跟小朋友念念这本书 跟你的小朋友一起来了解花莲的美跟特何德 协量三千本的绘本我们的家 在三位女性细腻心思的观照下 花莲的风土民情都一笔一画地生动呈现 让爸妈可凭自己的直觉 demon reading 何寶宝诉说对这片土地的故事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